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当地时间周二发推表示 他又购买了20亿枚比特币 那伊布·布凯利说 今天是21世纪第21年的倒数第21天 巧合吗 我不这么认为 他甚至将购买时间定在了夜晚21点21分21秒 购买后 他发了一个火箭飞船的表情符号 并配文出发了 随后他发布了一张收据的照片 显示他这次购买了21枚比特币 价值略高于100万美元 现年40岁的布凯利 在推特上有300万粉丝 他自称是萨尔瓦多的CEO 包括最近这次购买在内 萨尔瓦多 已经购买了约1250枚比特币 下面我们来看看市场数据 我们注意到积极的投资者乐观情绪在假期前持续蔓延 比特币近两周来首次攀升至5万美元以上 截至发稿时 比特币的价格为每枚 5万1370美元左右 下面我们看一看数字经济各国政府动态 12月22日消息 根据关于组织申报区块链创新应用试点的通知 中央网信办 中央宣传部 中国证监会等17个部门和单位 公示国家区块链创新应用试点入选名单 台湾金融监管机构官员周四在立法会举行的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 台湾金融监管委员会将调查国民党立委赖世宝报告的20台比特币ATM机 据The Decrypt消息 星期三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分别拒绝了 由Valkyrie和Cryptoin提出的两个实体支持的比特币交易所的交易基金 ETF 在五个星期前 SEC拒绝了Vennec的现货比特币ETF申请 阿根廷中央银行宣布 正在对加密货币投资公司进行调查 该银行表示正在调查通过加密货币投资提供不合理的超高回报的公司 认为这些公司可能以庞氏骗局的形势运作 而阿根廷央行目前正在研究对他们采取法律行动 根据美国国会法律图书馆全球法律研究理事会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 全球共有51个国家或地区禁止加密货币行业 该51个国家或地区对加密货币行业实施了禁令 其中9个国家实施了绝对禁令 42个国家或地区实施了间接禁令 以下是数字经济投融资新闻 根据The Block Research的2022年数字资产展望报告 2021年发生了超过1700笔专注于加密领域的风险投资交易 为这些初创公司项目和协议带来了约250亿美元的融资 新数据表明于2020年相比交易数量同比增长126% 总资金同比增长719% 根据调查结果至少有65家公司在2021年估值超10亿美元 在两年的时间内增加了491% 12月23日消息 一个允许用户使用非同质化代币作为贷款抵押品的平台 Arcade完成了A轮融资 共筹集1500万美元 Arcade联合创始人Gabe Frank说 NFT在不断增长的DeFi市场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目前锁定的总价值超过2500亿美元 但他表示尽管市场巨大 但DeFi基础设施的缺乏阻碍了NFT持有者实现其持有的流动性 据The Technic Asia报道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True Global Ventures 4 Plus Fund宣布 到2022年1月底将向5家Web 3.0区块链初创公司投资2500万美元 TGV 4 Plus专注于Web 3.0中基础设施 娱乐和金融服务三个主要垂直领域 以下是区块链NFT新闻 谷歌趋势数据显示 NFT一词的全球搜索量首次超过Crypto和Bitcoin 12月19日至25日 NFT搜索流量为42 Crypto为39 这暗示着数字收藏品的概念已深入主流大众 Debt Rider数据显示 NFT平台OpenSea的总交易量达到132.5亿美元 The Sandbox团队周四表示 财务咨询公司普华永道已经购买了虚拟地块Land 普华永道香港合伙人William Gee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将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 为那些希望拥抱元宇宙的客户提供建议 应对这一新兴全球数字现象带来的各种挑战 新华社将于今晚20时 通过区块链NFT技术限量发行首批新闻数字藏品 该系列由精选的2021年新闻摄影报道著成 据悉该NFT由腾讯云智信链提供区块链底层技术支持 以下是行业新闻 推特创始人Dorsey于12月20日发布了一条推文 暗示Web 3.0实际上并不是个人拥有下一个互联网版本的方式 还警告说它仍然是科技巨头的领域 这引发其他业界大咖加入辩论 包括伊隆·马斯克 A16Z创始人Mark Anderson将他拉黑 最后Jack Dorsey取关了六位支持Web 3.0加密行业 和传统VC行业领军人物 加拿大医疗问答网站Ask the Doctor近日宣布 将以涉嫌诽谤罪起诉柴犬币志愿者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立即进行了回击 声称Ask the Doctor为其从未提供过的服务 收取人们的钱是非法的 Ask the Doctor在推特声称 柴犬币是一个骗局正在走向零 面临退市 美国国家冰球联盟 卡罗莱纳飓风队总裁兼总经理宣布 球队的电子商务平台将很快通过 与支付提供商BitPay合作提供加密货币支付 12月21日网易举办了投资者网上沟通会 是由一个由网易福西研发的沉浸式活动平台 场景风格为股风 引用了山、海等场景元素 已经面向外界并具有商业化能力 据报道 新加坡170项数字支付代币服务中 有100多项未能获得当地金融监管机构 新加坡金融监管局的许可 在亚马逊云计算部门任副总裁的Sandy Carter 本月辞职 他在LinkedIn上宣布即将加入一家加密技术公司 同时还添加了一个空缺职位的链接 两天之内300多人点击链接申请职位 其中许多来自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Carter是一波高管和工程师中的一员 他们离开谷歌、亚马逊、苹果和其他大型科技公司 去追逐世代机会 他们说下一件大事是加密 它包罗万象 包括比特币等数字货币 和依赖于区块链的非同质化代币NFT等等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